前場比賽的政治大學已經是率先拿下了五連勝了 現在就看士氣也是一樣非常高昂的健行科大 能否追隨衛冕軍盛大的腳步也拿下五連勝 今天高警委 劉彥廷 陳范博彥 丁冠浩及劉承勳 是健行科大的先發五人 所以這個局勢變化得很快了 喬楚瑜現在在禁區裡面要唱獨角戲了 搭配將軍 劉光尚從中原大學轉過來 然後王毅凡及李佩誠是輔大的先發五人 四連勝的健行科大對上地主兩勝兩敗的輔仁大學 李佩誠一開始先拿到了球權 外線 將軍 切到禁區 這個下手的挑籃得很 打得很巧 第一個我覺得 劉愛哲在整個的一個身材條件來講 當然是優於高警的 但是在 他只是說你接下來 你要怎麼去把自己的技術 能夠再精進 我剛才比如說像尤愛哲 他可能是外線能力比較沒那麼好 那如果你不去 就常常被這兩個人 大量的佔據上場時間 所以丁冠浩都變成他的一個 上場時間就會比較的低 所以就會影響他的防守 也是這個一絕 王毅凡到了禁區 這邊楚瑜終於有所發揮 好 王毅凡再分到邊路 將軍 這個球 雖然是邊搶 但是進了 聽光好的風阻之下 還是能夠把這個球給偷進 哇 高警衛 這就是 其實我覺得能人出來的後衛等 我想給這些後衛群 帶來很大的信心 對 尤其是 不到180的後衛群 對 但是如果 尤其是可能 如果他要追上 林俊吉的得分的話 可能外線真的要再多加油一點 所以其實如果福大這邊 只要有人夠製造空檔給你配成 我相信他的一個命中率 還是能夠有維持在比較高的水準 哇 懲罰你這個真的不管是 三對三的職業聯賽啊 包括 暑假的這場對抗 包括現在國際賽的一個經驗啊 他其實在上半身的 對 看看誰現在是所謂的Hot Hand 對 把機會盡量的製造給他 好球喔 這一次的前舞流光上 這次他在轉換快過當中 他是其實是有跑動的速度 所以如果要把輸 能夠打出來的話 像這樣子福大的一個分 對 今年陣容做了一些改變了 所以福大也希望花點時間 適應高警衛得分 但現在因為將軍不在場上了 所以感覺有點缺乏這個角色 高警衛的中距離蠻準的喔 對 像彭冠倫JK的頭 就是比較勉強一點 因為 你雖然說做了一個PK 但是你並沒有擺開 你這個隊守了一個防守 好 許豪偉也是 泰山高中冠軍隊的一個成員啊 那他在冠軍賽 冠冠浩塞進去好球 哇 這個防守 回去看影片的時候 尾宇甄也切不進去 淫哲亭 切入之後左手挑籃 他的慣用手 將軍切入油 夠強勢 這個球可以超到 許豪偉 輕鬆放進兩分 對 健行和他依舊握有球權 高警衛 冠軍剎車給陳范在外線的出手 對 對 所以這兩波的進攻 陳范拿下了五分 傳球給林哲亭 但是如果這個兩個角色可以互換的話 我相信傑有可能會比較不一樣的 現在兩個人 應該說是王毅凡也加入戰軍 王毅凡又把球員抄走 再來一個正面的打板 他連得了四分 這個 王毅凡 切入之後一個背後給球 喬楚瑜前五進去得分 摔 and kick and out 其實做得已經非常的好 其實最後這個沒有辦法投進 許鴻偉 對 這個就是說 完全是有catch and chew 所以就是 進跟不進的一個差別 林哲廷也歡迎顏色 如果你放他wide open的話 這個學校 對於我 來講有沒有比較好的一個幫助 而且 有沒有我的空間 這是最重要的 是 這個防守基本上是all switch 那現在慢慢的俯倫大喜 因為找出了 他們在all switch的時候 藍底下一個 許鴻偉 陳泛 雙腳墊步好球 劉承勳 決勝起的時候 犯規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現在趕快換回來防守 許鴻偉防守王毅凡 三分球 大號球 陳泛 這個運球時間有點長 還好高敬偉趕快把要失去的球 給拿回來 而且順勢投進了三分 對 但是現在 被對方給斷球 對 陳泛 雖然說沒有自己泰山高中的同學 打那麼好 但是至少的時候 就容易被人家吹進攻換位 這是在中距離又是高敬偉 對 直接潛入 躲不掉這個火鍋 王毅凡已經刻意閃開了 對 劉遠廷的火鍋轉換快攻 劍停照的球進 當著一個 罰球的機會 三分外線 今天兩邊低腳 這麼多的攻擊的機會 對 所以經過一年之後 大家可能慢慢開始有一些 影片出來的 或是說一些 Scouting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劉家庭 要超出一場來幫他順勢做一個演 空間的戰鬥 陳勳 落入包夾了 有點危險 失球 王毅凡 前面三打一的機會 拉桿李沛成有 一個拋頭的機會 第二個是在中間直接被夾到失誤 對 而且對方現在有包夾他 對 好 在7比0之後 終於成犯住了有力的位置 三分外線的丁冠浩 預備 但是在 劍勤科大 回擊一波 5比0之後 現在回到10分差距 對這也是劍勤科大 為什麼在這個平均得分上面 可以在 其實看到 喬屬於這個就比較可惜一點 是因為 劉陳勳守他 他是比較矮一個個子的 他跑不容易把球給殺 來 看到機會 喬屏照也接到了 高景緯 哇 這個祝福球帶給高景緯 高景緯突然加速到籃下來 有 M1 哇 高景緯這 已經 所以這樣的話拉開到了18分差距 又是一個中場的超級 對 奈普周 學會 1、4、3 哇 有運真 另外一邊 流放上 M1 你本身的一個優勢 不要放掉 那再去配合 土人大學 希望你現在 能夠提些什麼東西的話 你再去加強 我覺得會更好 對 比價值比較高 對 對 哇 丁丁真的是感覺 來了 一發不可投籃選擇 就等於是送對方反擊的機會 對 哇 這邊還有籃底下的攻擊啊 劉彥廷 對 張偉杰抓回來 吳冠倫 這個視野被他掌握住 所以 吳冠倫的一個空檔 去做一個 拿兩分折之後 再來去 往外面發展 哇 單撿舞技三分球 又砸向籃框 沒機會 發一線 啊 拔了就有 劍亭兆 王毅凡 經由喬楚瑜的掩護 中距離打板油 哇 王毅凡這個球 張東廷 也來到場上 哦 這是劉彥廷的一個M1級 沒進 快速反擊 王毅凡 給隊友 刻意的退到三分線外 有 陳宇紹 但是回防不及了 又被 像這一個定關的話 應該就直接 橫擋之後 直接跑到三分線 不要再中距投籃 那籃底下 莊偉杰拿分 大家人定員的防守 哇 一對一的防守還是很基本 對 算還滿一點的 所以就變成你可能 要多一點的去做一些 中鋒 跟小哥維持單位 之間的做擋財 然後製造一些 miss match的機會 萬里如果假如說只是靠 現在要直接上籃 結果有兩個人封蓋他發生了 傳球失誤 張東廷再給到前場 好球 中鋒 來 來 左邊 完全的wide open 有 高承恩 對 到尿球 劉承勳 進去再 kick out 高承恩 四速入跳 再來一擊 慢慢找回來了 武進的十七個重點是他們還有快接近五層的一個命中率 命中武進 今年球季打了五場預賽以來 健行科到單場最多的三分進球 這是一個柯允曾的N1 而且從比分的內容看起來 這兩支球隊過去感覺是可以放在同一個天平上 但是現在在一百一十懸念度已經有一段路長